这应该是清洗效果最明显的一张地毯了 只是用了机器就能明显看到地毯已经变成两种颜色 这才只是机器洗了一遍 就明显看到了不一样 看来今天的地毯用机器的效果很好 接着再用机器清洗第二遍 第二遍的效果更好 脏水不断从地毯两边涌出 看来第一遍只是清除了表面的污渍 第二遍才真正做到了清理 这条地毯看上去还行 但流出的脏水已经说明 后面的工作还有很多 用机器刷完之后 再用刮板刮掉上面的泡沫 用高压水枪再打一遍 虽然已经用刮板刮掉了一层泡沫 但上了高压水枪之后 还是能打出很多泡沫 只能再用刮板仔细刮一遍 下面手动清洗过程正式开始 铁地毯交一层清洁剂 然后用长刷使劲刷疯狂刷 这个刷子的清洁效果非常明显 刷完之后地毯的颜色立马不一样 这下心理舒服多了 虽然上了设备 但还是用刷子的效果更明显 之后再用刮板刮一遍 这次连声音都不一样 可能因为地毯变干净了 表面就会非常丝滑 刮板刮完之后 要再用高压水枪打一遍 目的是为了清掉残留的泡沫 可见上面有多少泡沫 洗了几遍 居然还有这么多残留泡沫 之后要再用刮板仔细刮一遍 对残留泡沫彻底清除 好在这块地毯不算是很脏 正面的清洗工作基本完成 现在要将地毯翻面 这块地毯的背面看上去很脏 还是老规矩 直接上洗起 但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可能地毯本身的颜色就是这样吧 洗地毯小哥看地毯不是很脏 用高压水枪冲洗完毕后 直接就将地毯再次翻回了正面 刚刚的冲洗 将脏水又冲回正面 这次直接用刮板就可以 看见刮出来的脏水了吧 是不是很解压 这次的清洗效果最明显 用刮板来回刮了几次之后 已经不出什么脏水了 再用清水把地毯完整的浇一遍 让地毯变得鲜嫩多湿 再次用刮板刮一遍 这次已经看不到脏水了 清洗师傅松了一口气 这应该是最近洗的最轻松的一块地毯了 但还是要认真对待 给地毯再浇上一层清洁剂 然后再用长刷刷一遍 确保刷不出来脏水就行 用清水再浇一遍 之后再用刮板去除表面水分 地毯真正的颜色就已经显现出来 老规矩把地毯细心的卷起来 放入甩干机 在甩干机里放一台摄像机 就可以看到甩干桶里面的场景 甩出来的脏水最能说明清洗结果 今天的地毯本来也不是很脏 洗完之后更有质感 感觉毛茸茸的 相比清洗之前 地毯变得更加光泽 没事将家里的地毯拿出来洗一洗 又能解压又能干活 怎么样 今天的视频有没有让你感觉到放松 关注我 不要让压力压垮了你 感谢观看